觀眾朋友們好 現在是美國東部時間六月二十一日 這裡是華爾街網報當日第一期節目 現在我們繼續為您帶來有關中國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歡請記得為節目點贊並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首先為您關注到的是中美之間圍繞病毒溯源問題的最新爭執 在昨天華爾街網報向您介紹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如果中國拒絕在境內展開真正的溯源調查 將會遭到國際孤立 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今天在記者會上強調 中國對此表態強烈不滿 堅決反對絕不接受 他聲稱中國與各國分享抗疫經驗 兩次接待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到中國和專家聯合發布溯源報告 說中國對溯源說不是毫無根據的 說中國面臨國際社會孤立更是威嚴悚聽 他又指稱美國推行政治操縱 越阻帶跑用情報代替科學進行評估 在溯源問題上引入所謂實力邏輯 這才是在國際社會中面臨孤立 趙立堅又對美國提出三點回擊 首先是抨擊美國作為醫療資源和技術最發達的國家抗疫不力 第二是引述美國機構的研究 說疫情早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就在美國出現 最後趙立堅又再次指稱美國政府對於自己軍事基地 語焉不嫌三肩其口惠莫如深 質疑美國的做法無法讓人信徒 有趣的是趙立堅在同場記者發布會上表示 美國的有關表態是赤裸裸的訛詐和威脅 美方一而再再而三的抹黑攻擊中國 無非就是要遏制中國發展 無非就是要為自己抗疫不力甩鍋推責 而中國鷹派媒體環球時報也發表社論 對於沙利文在星期天的表態進行強烈反擊 文章中表示這是恫嚇行為 美國不會簡單接受中國說不 這是典型的美國是傲慢是指路為馬的專項 文章還表示沙利文和他的同僚 大概認為美國的實力可以支持這樣的為所欲為 美國確實在全球實力最強 而當沙利文自信滿滿地威脅我們的時候 張牙舞爪的表現就像小學班級裡一個自打的壞孩子 文章還寫道中俄毫不疑問都會不客氣地回懟沙利文 如果沙利文有正常自尊的話 他應該感覺到有一股風把他吐出的吐沫 毫無情面地摧毀到自己的臉上 而環球時報的這一篇社論還表示 中國不會接受美國情報機構的任何調查 如果我們抓住美國情報在中國有關行動的蛛絲馬跡 會立即予以沉重打擊 同時表示世衛的溯源工作要在全球多範圍內多點展開 包括調查美國的情況 這一工作順序美國一家改變不了 而文章最後還表示 放勸美國狂妄的執政精英們收斂一點 我們不主動惹美國 但是如果受到新的嚴重挑釁 中國和俄國的反擊將是堅決及時的 同時世衛等機構不是美國你們家開的 西方代表不了國際社會 華盛頓需要同時增加廉恥感和自知之名 再要為您關注到的是跟蘋果日報有關的消息 一起來看到香港媒體的報導 香港蘋果日報員工收到一封內部信件指出 如果公司的資金未能夠獲得保安局的解供 那麼蘋果將在二十五日出版最後一份報紙二十六日見報 消息人士表示蘋果日報今天已經有人提早請辭 根據中央社所披露的蘋果日報員工今天收到的高層傳達的信件 公司表示董事會已經開會 並就發薪水儀式要求保安局解凍公司資金 信件表示二十五日是死線 如果公司資金尚未解封 公司欠缺資金應運就將於二十五日完成報紙出版 而二十六日最後一天見報 此外蘋果日報的線上新聞預定二十五日深夜十一時五十九分是停運死線 信函表示鑑於環境十分嚴峻 蘋果日報副社長同意如果員工決定立即辭職 可以不用通知立即生效 但必須在傍晚五點前口頭通知提交辭職信 至於正在放假或者海外工作的員工可以簡訊通知之後補上辭職信 信函表示原則上如果公司決定二十五日關門遣散員工或補發一個月薪水 但是無法確保如果是正常辭職則以六月工資為準 信函表示感謝員工多年與之並肯請大家千萬尊重 而蘋果日報內部消息人士則向中央社透露 今天有不少員工提早請辭 因為擔心被當局依照港版國安法逮捕 但是具體人數以及日期仍不詳盡 此外根據香港媒體報導 董事會決定將停止應運蘋果日報以及蘋果動新聞 二十五日再商議 李智英的前助手馬克希蒙透露蘋果日報可能數日內停刊 他表示由於港府根據港版國安法凍結了公司的資產 蘋果日報將在幾天之內被迫關閉 而香港的親中媒體則指出對有關部門是否取締蘋果日報 李家超表示會依法行事 任何法律付權都會考慮 再為您看出的是加密貨幣有關的消息 中國人民銀行近日約談支付寶工商銀行等多家為加密貨幣交易提供平台的金融機構 要求他們及時切斷交易資金的支付途徑 中國人民銀行傍晚坐在官網發布通稿指出 為打擊比特幣等加密貨幣交易炒作行為 保護民眾財產安全維護金融穩定 近日人民銀行有關部門就提供加密貨幣交易炒作提供服務的問題 約談了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 郵政儲蓄銀行新業銀行和支付寶等從業者 通告引述相關部門表示加密貨幣交易炒作活動擾亂經濟正常秩序 資深非法跨境轉移資產洗錢的違法犯罪活動 嚴重侵害財產安全 通告則指倉會結構表示 指將按照人民銀行的要求不開展不參與虛擬貨幣相關業務活動 加大排查處置力度 採取嚴格措施 堅決切斷資金支付鏈路等 中國是加密貨幣挖礦的重要場地 全球大概有百分之七十的比特幣挖礦在中國進行 而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五月召開的會議中 則明確表示要打擊比特幣挖礦和交易行為 此後內蒙新疆遠南四川等地陸續停止為挖礦所供電 而中國的整治也影響了加密貨幣的市場價值 比特幣今天價格跌到三萬兩千七百八十一美元 大跌百分之七點九 而以太幣則接到兩千一百九十美元 跌幅超過百分之十 再為您關注到的是來自路透社的報導 路透社引述海關數據報導表示 五月份中國從沙特進口的石油量比二零二零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二十一 而中國從其第二大供應國俄羅斯的石油進口量比一個月前有所下降 自從二零二零年底以來 伊朗則售出了創紀錄的石油量 伊朗石油被偽裝成來自其他產地的原油 比如被標記成阿聯酋和阿曼的產品 而英國美日郵報在六月十九日表示 根據情報專家的警告 有一支躲避國際制裁的幽靈艦隊向中國運送伊朗石油 為伊朗的核計劃提供資金 而路透社的報導則通過有關於採購石油量變化的報導 指出波動原因不排除與伊朗有關 報導引述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華萊士領先的國際非營利組織 聯合反對伊朗核計劃的說法 說中國在過去六個月中無視禁令 增加了與伊朗的海上秘密交易 為伊朗核活動提供了資金 文章表示根據有關相關方面說法 截至四月中國平均每天購買七十萬桶伊朗非法石油 峰值時期達到百萬桶 再要為您關注到的是病毒溯源有關的消息 一起來看到來自荷蘭當地媒體的報導 武漢又發現新的非法動物市場 而這些信息竟在世衛組織的報告上不見了 文章介紹在武漢除了眾所周知的華南海鮮市場之外 至少還有三個非法市場 在一份浮出水面的清單中顯示 研究人員將市場的名單寄給了世界衛生組織 但是最終被擱置在抽屜裡並未被使用 也沒有獲得重視 有一個科學家小組調查了中國城市的非法市場 高達三年 此外他們也走訪了位於武漢不同地方的多個市場 而科學記者採訪了訪問市場研究小組的成員 研究人員表示他們把研究結果寄給了一家雜誌期刊 後者又將其轉發給世界衛生組織 但是卻莫名其妙地丟失了 沒有得到重視 這讓今年一月份在武漢進行研究的世衛組織研究小組感到非常遺憾 研究人員對於媒體說他們真的很生氣 我聽說他們在武漢市卻不知道有這一些市場 遺憾的是 這樣本來可以開始追蹤被賣掉的動物的遺跡 通過查看動物的來源 以及在特定的村莊測試居民的抗體來完成溯源工作 而文章引述世衛專家表示 他們對於幻熊犬和山地漢塔等動物的銷售感興趣 研究人員在關注哺乳動物 認為他們是可以攜帶冠狀病毒的動物 但是卻不會病得很重 在這些動物活體中病毒可以醞釀一段時間或者是狸貓 而第一例SARS病毒就來自國資里 再為您關注到的是朝核問題的有關進展 美日韓三國朝核問題代表將在今天在首爾舉行拜登政府上台後第一次磋商 此前美國代表表示希望朝鮮可以積極響應 隨時進行無條件對話的美方提議 根據來自韓聯社的報導 美國代表在講話中提到朝鮮以及美國的政策 表示美國會秉持協調務實的方針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同時談到對話對抗值得關注 而美國代表表示相信不管是哪一方面我們已做好相應準備 仍在等待平壤對我們的見面提議做出答覆 希望金正恩所謂對話意味著我們將得到積極的答覆 去的是就在同日中國駐朝鮮大使在六月二十一日與習近平訪問朝鮮兩周年之際 在朝鮮勞動黨機關報勞動新聞發表署名文章 強調將為地區和平有關各方進行溝通 韓聯社報導認為中國駐朝鮮大使發表署名文章十分罕見 分析表示在美國加強美韓同盟朝鮮流入對話決心之際 中方以紀念習近平訪朝兩周年為契機 強調維護半島和平 可能有在北亞遏制美國加強對朝影響力的有關考慮 再要為您關注到的是這一時段的其他要聞 聯合國人權高專辦主任表示 希望在今年可以不受限地進入新疆 針對有關於人權侵害指控進行進一步的調查 此前有關於新疆的人權問題 已經成為了中國與世界其他各國關係膠著的熱點問題 並且引發了多輪相互制裁 另外上海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故意殺人罪 對於犯罪嫌疑人江文華批准逮捕 此外有關於回行針的爭論繼續 六月二十一日此前聲稱回行針前編輯存在美軍背景的社交媒體賬戶 塞雷三分鐘在微博貼出了一張律師函 表示遭到回行針法務集團發送律師函警告 但是回行針隨後澄清表示 現在微博賬號發出疑似回行針發出的律師函 並不是我們委託律師事務所發送的 但是表示我們會考慮採用正當方式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華爾街網報的全部內容 希望您喜歡並繼續關注我們頻道的其他節目